早晨,Frankie,首先恭喜你做了爸爸 今天約你來超市,讓你幫老婆買防疫抗疫用品,好嗎? 好,謝謝主席,主席,有甚麼好介紹? 現在疫情雖然緩和了,不過家清潔不能放鬆 特別有初生寶寶,家清潔就更加重要了 嘩,主席,不過你看看這裡,食物又放在這裡,清潔用品又放在這裡 想找用貨都很難,對呀,餅乾都放在清潔用品旁邊 各位,一間超級市場都要將貨物放得整整齊齊,有效分類 作為顧客才第一時間找到他想要買的東西 現在香港已經進入新時代,由亂入治 政府架構如果沒有好好理信,施政又怎會有突破呢? 我經常在區,很多市民都說,在現在的政府架構運作下 香港看不到有長遠和全面的發展規劃 國家發展大勢這麼好,未能最有效地把握國家給我們的發展機遇 第二個批評,就是現在局和局之間的分工 亦都沒有對焦地解決我們最想解決的土地房屋問題 只要你看看香港的政府架構,就會發現很奇怪 負責開發土地的就是放在發展局 負責房屋政策就是另一個局 那個局就叫做運輸房屋局 大家想想,麵包和麵粉是要一起 才能夠增加土地供應和增加房屋供應 現在分開兩個局,怎能做得最好,怎能夠暢順呢? 所以民建聯認為,在新時代下 我們是有必要重組和強化政策局的功能 首先我們建議要成立一個發展改革政策組 我們叫它做法改組 這個法改組是兼具國家發改委的功能 也將以前中央政策組和現在創新辦的職能 融合在裏面,最重要是為香港長遠出謀獻策 第二,要盡快增加土地供應 盡快增加房屋供應 這個已經是社會的共識,我們要告別劏房 所以我們一個流程這樣壓縮 一分一秒這樣減少 所以我們也建議將規劃土地和房屋政策 勃歸同一個局,就叫它做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以減少局與局協調的時間 讓我們盡快告別劏房 大家如果有留意,十四五規劃 香港有個責任的就是我們要做好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講好中國故事 如果你查一下現在香港政府架構 很奇怪的,文化、體育、旅遊 分別由文政局、商經局、發展局、創新及科技局負責 都是很多人負責 有時也有人說,這麼多人負責 就是沒有人負責 所以過去講好中國故事 推動體育和旅遊發展 確實有做得更好的空間 所以在新時代下,我們建議 應該增加一個文化、體育、旅遊局 將這些分散的職能結合在這個局裏 讓我們更好地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更好地推動體育和旅遊產業 我們衷心期望政府架構重組之後 可以扭轉現在見步行步 小收小補的短視作風 亦都給市民見到香港政府是有長遠的規劃 更加重要的是減少局和局的協調時間 讓施政效能能夠提升 新時代由亂入治 我們需要一起去變革 變革香港,由我們自己做起